说起晚清时期真正掌权人 大家脑海中首先浮现的肯定是垂帘听政的慈禧太后 不过慈禧太后能接触到政治 乃至后来实现对政权的掌控和一个人有着密切的关系 这个人便是他的丈夫咸丰皇帝 要不是他生前允许慈禧和他一同处理国家大事 并且在去世的时候还立下遗嘱 军国大事都交由慈禧定夺 可能慈禧太后就没有争夺政权的野心了 而除此之外 导致这一局面的出现也和咸丰英年早逝有着直接的关系 他正值壮年 年仅31岁就驾崩了 如此短命实在是让人感到惋惜 那咸丰皇帝为何早早地去世了呢 只因他有四个这样的坏习惯 就算是身体素质再好的人 估计也扛不住 在清朝的历史上一共是有12位皇帝 其中有的皇帝能够长命百岁 想着天伦之乐 就比如康熙和乾隆皇帝 一个活到将近70岁 而后者则活到了89岁 当然在这其中啊 也不缺乏一些短命的 咸丰皇帝就是其中之一 在年少的时候 咸丰皇帝的身体并没有异样 和其他的皇子一样 身体状况还是比较不错的 可是当他当上皇帝之后 原本健康的身体 渐渐发生了一些变化 他不再像以前那样精力充沛 反而是越来越低迷 整个人的精神状态大不如前 再后来也患上了一些 各种各样的疾病 即便他享受着宫廷之中 最好的医疗条件和医疗资源 但也仍然无法改善 他的身体状况 疾病产生的情况 迟迟没有得到解决 等到他31岁的时候 他的身体终究还是吃不消了 最终因病去世 这样突如其来的变故 实在是让人惊讶 怎么说在这个年龄段 都是一个男子 一生当中经历最为旺盛的时期 就算是身患疾病 也能够凭借着自身的免疫力 去一定程度上延长这个人的寿命 再配合上宫廷之中太医的治疗 延缓病情的恶化 或者是短暂的续命 还是很有可能的 可是这一切并没有实现 咸丰皇帝的病情始终无法好转 最后还是年纪轻轻的就驾崩了 其实咸丰皇帝英年早逝 是有着很多方面的原因的 其中就包括当时的外部条件 也就是咸丰皇帝在登基称帝之后 所面临的国内外形势 当时的清朝一直实行着 闭关锁国的政策 所以国内的政治制度和经济发展水平 早已经是与世界相脱轨 其发展程度也被西方国家 拉开了很大一段的距离 当这些资本主义国家 确立了先进的君主立宪制 并且率先完成了工业革命 然而清朝还仍然秉持着 天朝上国的思想 活在自己的梦中 也正因为这样极大的反差 当西方的尖船力炮 轰开清朝大门的时候 清朝的军队 根本没有任何的抵抗力 这些多年未曾打仗的清军 在面临敌人猛烈的攻势之下 被打得愧不成军 别说奋勇杀敌 早在敌人来到之前就已经不在而行 而这种破败的局势 正巧赶上了咸丰皇帝在位期间 虽然说在继任皇帝之后 他也算是兢兢业业 认真批改奏折 任用贤能的人 还整顿朝纲 肃清朝堂上的腐败之风 这一点做得比很多前朝皇帝更为出色 只可惜这样的做法终究还是治标不治本 没有从根本上变革政治体制 也没有想出对应西方殖民侵略的对策 所以在以后仍然还是处于被动挨打的境地 面对这种国家的危难的情况 咸丰皇帝也是费尽了心力 可终究无法改变 不仅如此 这种情况反而还是越来越严重 随着1840年战争的爆发 其他的资本主义强国 见到清朝如此好欺负 于是纷纷加入到了 瓜分中国的殖民阵营当中 清朝也是因为当朝统治者的腐败无能 不得不牵破一系列 丧权辱国的条约 在接二连三的战役之中 也都以失败而告终 身为一国之君的咸丰皇帝 在面对一系列的问题的时候 也是既无能为力 又心交力竭 在这种情况和精神的双重压力之下 自然也就极大的消耗了他的个人精力 导致他的身体抵抗力下降 要说咸丰皇帝的死因 仅仅是因为国事而操劳 肯定是不合理的 其最主要的还是因为他个人生活方面存在着四个坏习惯 也正是因为他自身的原因导致他后来身体状况一天不如一天 而他个人也不知悔改 反而还我心我素 他这样做就算是个人的身体素质再好 也不可能扛得住 他究竟有哪四个坏习惯呢 首先 这第一个就是咸丰皇帝比较贪恋美色 虽然说皇帝可以有三宫六院上百个妃子 但是在清朝后期的时候 没有哪个皇帝真的去这样做 顶多也就是十几个或者二三十个罢了 而咸丰皇帝在位不过十年有余 却纳了十九个妃子 平日里也不节日自己 总是纵欲过度 消耗了大量的精力 其次就是他嗜酒称性 每天必须要喝上一坛酒 而他在喝完酒之后 还总是喜欢耍酒疯 要么就是打身边的太监和宫女 要么就是胡乱地砸东西 有时候甚至还会去打骂自己的妃子 等到酒醒之后 他又不得不降低身份 去和那些被自己伤害过的人道歉 虽然说他并不是出于本意这么做 但是他一直难以戒掉酒饮 始终都是一个大的问题 更何况过度的饮酒 对于身体也会造成很大的伤害 再就是咸丰皇帝还很喜欢天系 兴致来了还要自己唱上两句 有时候明明在忙着处理国家大事 但是一听说能够听戏曲 马上就会放下手头上的工作 对于戏曲这般痴迷并不是什么坏的事情 但是身为皇帝的他 有着重大的责任和使命 若是太放纵自己的话 岂不是误国误民 而最后一点也是最为重要的一点 就是咸丰皇帝沾眼上了烟饮 在大烟战争爆发之后 开始抽上了大烟 我们都知道大烟是含有剧毒的 长时间的吸食 不仅会损害人体的器官 还会在很大程度上 破坏我们身体的免疫系统 有些身体强壮的人吸到最后 甚至会变得瘦骨临寻 咸丰皇帝恰好就有这样的烟饮 而且还是一直戒不掉 这也是导致他身体状况 一天比一天差的重要原因 所以总的来说 咸丰皇帝的去世并不是偶然 而是他个人生活的不检点不自律 虽然一心想挽救清朝走向灭亡的结局 但是他却没有这份意志力和决心 总是因为个人的喜好 失去了本心或者是偏离了方向 最终不仅害了自己 还影响了清朝未来的发展走向 咸丰死后 为何尸体在景山宫殿里放了四年才落葬 当时的社会的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日益突出 老百姓开始不满 组织各种起义运动 最严重的农民起义 当属咸丰年间的太平天国运动 其规模之大 让清政府都是为之震惊的 之后清兵批于奔命 花了好多年才将其镇压了下来 而且因此次的镇压农民起义 政府开销巨大 他们只好停止其他的开销 甚至将咸丰皇帝即将动工的秦陵给停了 直到咸丰九年秦陵才开始兴建 咸丰九年 英法联军再次来袭 蒙古亲王僧哥临沁在大孤口伏击了他们 将其打退 但是英法联军并不甘心 他们又集结了两万兵马 重新来过 这一次他不经过大孤口 而是直接绕开他来到了北唐 这出其不意的行动让清军没有防备 清军被打得丢盔弃甲 无奈之下 清军只能够放弃大孤口 通州 巴里桥等地 使英法联军长驱直入 直打北京城 之后咸丰皇帝仓皇出逃 前往热河 而他的秦陵也被迫停工了 咸丰十一年 咸丰皇帝驾崩 可是秦陵还是没有建好 不得已 顾命大臣和两宫太后 只能将修建秦陵作为第一要务 希望能够让大兴皇帝早日入土为安 因为大臣和太后对这个事情都是非常上心的 所以秦陵的建造速度加快了 然而 秦陵的施工需要钱 但国库却没有足够的钱财 因此 顾命大臣和太后商量 只能够向地方大员要这笔钱 于是他们下达了命令 找人跟这些地方的都府说了好话 才勉强凑够了些钱 最终 咸丰皇帝的秦陵于1865年建成 自此 咸丰皇帝的尸体 已经在景山的宫殿里放了四年 好了 以上就是本期的内容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欢迎订阅点赞转发 感谢大家的支持 请不吝点赞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